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开心网友周深 开心是突破自我,开心是热血前行 2022年,祝愿网友们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一定要开开心心,青春正好,当然开心 1月25日,小年夜,锁定总台2022网络春晚 和我一起登陆星际开心乐园,感受鲜活向上的青春 年关了,明星的各种数据存出不穷,纷纷的涌了出来 虽然数据很多,但是粉丝也需要擦亮眼睛 看看哪些是主流媒体的数据 不要看到对自己偶像有利的数据,就拿出来大肆的宣扬一番 万一掉进了别人的圈套,可就不好了 作为歌手,那么腾讯音乐有你音乐榜的数据就比较真实可信 腾讯音乐有你音乐榜会及TM1A旗下的四大音乐 QQ音乐,酷狗音乐等四大平台 与微博音乐亿万听歌数据通过多维度多角度解析全年歌手与作品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榜单对周深2021年的总结 看着那一堆数据是不是感觉到很头疼呢 但是平台也很聪明的用了两个词条来概括这一年的成绩 周深2021年新歌收听人数突破1亿 周深一口气拿下15个top1 这两个词条不需要过多的解释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绝对是站在金字塔间的男人 把提我多吃几个饺子 妈请您帮我照看那些花 今年春节我选择留下 傻小家为大家在哪儿都是家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词条 新歌收听人数突破1亿 看清楚可是有超过1亿的人听过周深的歌 而不是周深的歌只被收听了1亿次 看到这些成绩 在想到周深之前说过的话 不免有些泪目 劳魔周深2022年刚开始就忙得不可开交 经常被网友调侃到周深不是在鲁哥 就是在鲁哥的路上 周深 首先我能站在舞台上就是一种走出舒适圈 我一度很害怕被看到 攻击我的声音从小听到大 为什么还要去更大的舞台 迎接更多异样的注视呢 所以直到好声音的第三季 我才鼓足勇气去了 真正进入行业之后 我仍然要走比很多歌手更长的一段路 去让观众接纳 每一次的出场都是在挑战自我 渐渐的我遇到了越来越多支持我的人 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感到走出舒适圈虽然辛苦 但非常的幸福 不论那些攻击还存不存在 我现在都只想继续好好的在舞台上唱歌 让更多的人看到和听到 终于这个小男孩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听到了他的歌声 周深认为自己站在舞台上 是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 其实在我看来 今年这些多变的曲风 也是他走出另一个舒适圈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这个宝藏男孩 所以这一亿人数的收听量 是他敢于走出自己一个又一个舒适圈得来的 第二个词条 周深一口气拿下15个top one 别问这个我是如何做到的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我只知道当我看到一张图的时候 误以为这是周深年度影视OST排行榜呢 这张表是关于2021年所有影视歌曲中的前十 谁知道周深一个人竟占了8个 不仔细看的话 真的会以为这是周深一个人的年度总结 时光流逝 2021年已经结束 新的一年已经开启了 新歌My Only已经拿下了今年的第一的宝座 成为周深第十一首夺冠的歌曲 周深能有这样的好成绩 在座的各位都有功劳 屏幕前的你我他就是那一亿分之一 新的一年周深一定要再接再厉 有油门已经准备好参加两个亿的项目了 未来的周深会走出更多的舒适圈 创造出更多好听的作品 大家值得期待